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吉安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预计2022年完成新反舰飞弹研发 射程2000公里可达平壤北京 霸王级寒潮来袭或冰冻中国八成国土 川普呼吁结束全世界的宗教迫害 强调没信仰国家无法延续 欧中投资协定最快今天宣布 欧洲议员质疑中共的承诺口会不实 投资协定还需欧洲议会批准 等正式生效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报头条先来关心寒流今天清晨来袭 全台急冻三天气象局提醒 今天下半天北北基 与陶竹苗的低温可能下探6度 天气风险公司指出 大屯山拉拉山太平山气温接近冰点 今天有机会开始降雪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也就是31号 一整天一直到元旦的清晨 在这段时间之内 各地的最低气温预估在 中部以北宜兰花莲 大概是6度到8度 南部跟台东大概是9度10度上下 那另外呢在沿海空旷地区 或是近山区的平地 可能都会比这些温度 在低个2度左右 所以呢如果说这些山区的温度 跟水气在减少过程 如果还是有搭配上的话 是不排除有下雪的几率的 全台冷松搜今晚 明天清晨是这波寒流最冷的时候 另外天气风险公司也在脸书表示 这波寒流的降温速度相当可怕 过去8个小时 北部各地已经降了10度 同时沿海风浪也非常大 富贵角浮标已经测量到 7.6米的惊人浪高 在关心全球确诊中共肺炎的人数 来到8190万人 超过179万人病逝 俄罗斯周一将原先的 5万5千人病逝数据 上升为18万6千人 而美国发现了首例中共病毒的变种病例 是一名科罗拉多州的20多岁男性 没有旅游史 俄罗斯周二新增2702例确诊 其中莫斯科5641例 目前全国感染总数达到310万5千例 死亡人数达到55827人 俄罗斯副总理高里科瓦周一承认 今年以来还有81%的死亡案例 至少18万6千人 应归因为中共病毒 美国科罗拉多州政府29日发布新闻稿指出 一名20多岁的男性确诊变种病毒 但他没有旅游史 也没有与人密切接触 目前在丹佛西南方的爱伯特郡隔离治疗 并已通报美国疾病预防管制中心 印度首次通报6名新变种病例 患者从英国飞抵印度 全国累计1022万人确诊 148190人丧生 金融中心孟买所在的马哈拉 施特拉邦实施宵禁 直到1月5号 限制大型聚会和新年庆祝活动 印度周一展开疫苗接种流程演练 预计下个月开始为民众接种疫苗 南韩周二新增死亡40例 创单日新高 累计死亡达到859人 首尔东部一个看守所 累计确诊762人 创下韩国单一设施 最高确诊病例记录 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周二表示 已签署一项3600万人的疫苗协议 若年底与美国生计公司莫德纳达成协议 将可为5600万人提供疫苗 驻海美军周二接受疫苗接种 首批接种对象为前线卫生工作者 和第一应对人员资源接种 波兰肖邦协会周一证实 86岁的知名钢琴家傅聪 因感染中共病毒在英国病逝 傅聪是首位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 获奖的华人音乐家 新唐人记者李梅辰海月综合报道 明天就要跨年了日前台北市宣布跨年活动照办 而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 今年一样出动刑警大队特勤中队 以及新北市警察局警犬队 一共动员495人 组成反恐打击部队 另外今天PTT出现炸弹恐吓文章 威胁攻击全台跨年晚会 刑事局表示已锁定特定对象 正在积极查处中 头戴头盔身穿防弹背心 全副武装手持武器戒备 一年一度跨年晚会即将登场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 派出刑警大队特勤中队 新北市警察局警犬队 动员459人组成反恐打击部队 加强表演区周遭为安 晚会期间结合了我们 台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队的特勤中队 以及新北市警察局的警犬队 我们组成了反恐的打击部队 全面加强会场的安全检查 务必使这些毒品刀屑 这些爆裂物无所遁形 晚会期间为了避免空拍机坠落 砸伤人群 警方也出动拦截枪确保安全 另外也禁止任何气球 包括波波球发光气球等 进入管制区 参加这个晚会的这个民众 都要经过管制站才能进入 那要进入管制站 配合测量体温 还有这个十年登记 进入会场之后 全程佩戴口罩 这个保持社交距离 为配合晚会活动 台北捷运日前也宣布 42小时营运不收班 将从12月31日早上6点 一路营运到1月1日凌晨12点 另外还搭配三线散场接驳车 营运到1月1日凌晨1点半 协助疏散人群 跨年晚会即将登场 不过却在这时候 有网友在PTT连续发文 宣称要在全台各处安置炸弹 携染跨年晚会 目前警方已锁定特定对象 正在积极查处中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 叶云汝台湾台北报导 近头转到美国纽约 每年时代广场举办盛大的跨年活动之前 都会在滚石餐厅楼顶 进行洒材质预演 今年尽管有疫情也不例外 周二在时代广场滚石餐厅顶楼 撒材质预演相当成功 风将材质吹起 环绕在空中 今年观众没有往年多 但现场的民众相当开心 每年时代广场跨年 倒计时后主办饭会撒下成千上万写满心愿的材质 今年除了民众在时代广场亲手写下的材质愿望 在网络提交的虚拟愿望 也会被打印出来 印在材质上当晚一并撒下 今年跨年 由于疫情 时代广场不允许人群聚集 但表演活动 水晶球落下和撒材质仪式 都会进行现场直播 今年主办方海星推出了电脑及手机应用程式 观众可以创建虚拟角色 线上实境跨年 周二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 阻挡川普总统要求的 2000美元个人补贴纾困法案 消息让美股四大指数周二收黑 另外针对已经被川普总统否决的国防授权法案 麦康奈喊话要议员在周三表决 推翻总统的决定 再次引起争议 针对美国近期的两项重要立法 纾困法案和国防授权法 美国参众两院和白宫之间的角力仍在继续 在疫情纾困法案方面 尽管众院周一已经投票通过 把发放给美国人的救济支票金额 从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 而美国总统川普也一再敦促参院共和党照做 但多数党领袖麦康奈 仍阻止了对提高救济金的审议和投票 使纾困法案在参院被临时搁置 然而在已经被川普否决的国防授权法上 麦康奈的立场却与民主党相当一致 众院周一已经以322比87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 推翻了总统的否决 麦康奈周二宣布 参院将在周三对此进行投票 而他此前已经与民主党领袖舒默达成一致 声称将合力推翻总统的否决 麦康奈的态度也引发共和党议员反弹 川普总统周二再发推文 批评共和党领袖的表现 疲弱无力 如果参院也能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结果 推翻总统对国防授权法的否决 这将允许这一法案在没有总统签署的情况下生效 这也意味着科技巨头们将可以继续得到230条款的免责保护 而一些国家纪念碑历史遗产和军事设施等 将不得不被重新命名 以满足激进左派涂抹历史的要求 不过麦康奈当天也表示 参院会着手处理川普在签署纾困法案时提出的三个附加条件 包括将救济支票提高到2000美元 废除和改革230条款以及调查大选欺诈行为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韩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将在明年1月开放进口 但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不同调 甚至有地方政府喊出要提示线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强调 实案要全国同步 法律要统一 政府绝对会严格管理 意味着不同意地方政府自行通过莱猪的自治条例 实案绝对要全国同步 法律要统一 政府绝对会严格管理 各县市政府因为有议会通过 不同的自治条例 内容不同 作业不同 要求也不同 难免会乱 所以政府会依法行使主管机关的职权 到时候会给国人同胞公布 至于外界质疑在网路上就可以买到台湾猪标章 苏贞昌解释莱猪的标示是依据食安法必须标示产品的内容 标示可以自己写也可下载卫生福利部准备的标示 而标章是农委会设计的是为了推广产品 两种都有效但不能不标示 盖洛普公司的选后民调指出川普当选2020最受敬佩的人 另外拜登在口误称贺锦丽是总统当选人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喝 天天有效 日处综合蔬果发酵液 台湾酵素村 你想要加薪更多 升迁更快吗 想要增加业绩和销量吗 我是李健豪 我乐于透过教育训练协助上班族 业务人员和老板更快更好的达成目标 我准备几场线上研讨会 要和你分享如何自我成长 轻松成交和企业行销的秘诀 你将学习到世界顶尖验证有效的方法 赶快去网址 马上学.tw 免费学习吧 美国乔治亚州参议院选举即将在下周1月5号举行 届时乔州将决定哪一个政党可以掌控国会参议院 先任共和党参议院洛夫勒力求连任 他29号受访时表示 乔州这次选举是阻挡社会主义 入侵美国的防火墙 我们需要 Georgians to turn out and vote for David Perdue and Kelly Loeffler like President Trump said becaus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is on the ballot and early voting is open here until Thursday we're the firewall for stopping socialism and you heard Chuck Schumer in that clip say he wants to change America his radical agents of change are our opponents Raphael Warnock and John Ossoff they would be a rubber stamp for Chuck Schumer's radical agenda to reshape this country into something unrecognizable 乔治亚州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 破杜和洛夫勒 1月5号将各自对决民主党籍候选人 奥索夫和沃诺克 这两个席位将决定美国国会中 哪一党能够掌控联邦参议院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推特上 在发布影片指出自己正在各方面为美国而战 大选舞弊风暴后 盖洛普公司在12月29号发布年度调查报告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成为今年美国民众最受敬佩的男士 赢过前总统奥巴马 根据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盖洛普周二 发布的一项传统民调显示 美国总统川普获得今年美国最受崇拜男士的称号 之前的12年 这项殊荣一直由前总统奥巴马保持 该民调在12月1日至17日期间 对1018位成年人进行了民意调查 结果有18%的人提名川普作为自己最崇拜的对象 15%的受访者则提名奥巴马 6%提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此外还有3%的人提到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2%的人选举教宗方济各 进入前10名的还有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詹姆斯 以及达赖喇嘛 他们都获得1%的支持 根据民调机构拉斯姆森报告 公布的另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有72%的共和党选民认为 共和党应该更像川普这样的表率 而不是像普通的共和党议员那样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 29号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声明 呼吁全世界结束宗教迫害 川普表示 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不可能繁荣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无法生存 29号美国总统川普 在圣汤马市贝克特逝世 850周年这天发表声明 呼吁结束全世界的宗教迫害 川普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重申我们结束全世界的宗教迫害的要求 在我去年与联合国发表的历史性讲话中 我明确指出美国与每个国家的宗教信徒站在一起 对信仰者的犯罪必须停止 必须释放良心犯 必须废除限制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法律 必须保护脆弱 无助和受压迫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不可能繁荣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无法生存 因为没有上帝的恩典 正义 善良与和平就无法实现 川普在就任总统职位的第一年就签署法案 促进美国的宗教和言论自由 任何美国人都不应该被迫在联邦政府的命令 与信仰原则之间做出选择 去年 川普总统还在白宫土原型办公室 接见来自17个国家 27名因信仰遭受迫害的人 同年9月 川普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活动期间 主持宗教自由会议 他号召各国携手结束宗教迫害 捍卫信仰自由 川普是第一位在联合国主持宗教自由会议的美国总统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道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8号上午 对采访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判刑四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9号发表声明 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 并表示中共非常害怕讲真话的公民 谎言是专制政权的一个特性 蓬佩奥强调 美国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公民自由 和平表达言论的权利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再度口误 他在29号的记者会上 竟脱口称呼 副首候警力为总统当选人 再次引起议论 拜登昨天在故乡德拉瓦州威明顿市 针对疫情发表谈话 在提及副首贺锦丽已经施打疫苗时 却口误将对方称呼为总统当选人 有网友讽刺的写道 8000万人怎么会相信拜登当总统会比川普更好 他甚至记不得谁真正赢得大选 再关心中国电商阿里巴巴的市值在两个多月内缩水31% 蒸发2730亿美元 中共当局对阿里巴巴以及蚂蚁金服的连续监管动作 让投资者不得不做重新评估风险 为挽回股价颓势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 在本周一28日股市开盘前宣布 将股份回购计划总额从60亿美元增加至100亿美元 至2022年底 不过当天阿里巴巴港股仍下跌约8% 自上周四 中共当局宣布对阿里巴巴进行反垄断调查后 该公司每股重挫13%步入熊市区域 与此同时 阿里巴巴集团的关联企业蚂蚁集团正面临被整改 可能会拆分其最赚钱的业务 26日包括中东央行在内的四家监管机构 约谈蚂蚁集团高管 要求其回归支付服务提供商的起源 并要求该集团尽快提交一个对其业务进行大修的时间表 彭博社29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 蚂蚁集团正准备将其财富管理服务 消费者贷款 保险等业务转入一个控股公司中 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构下 其业务所受监管与银行类似 业内人士分析 蚂蚁金服的业务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资本限制 从而可能遏制其扩张速度和能力 而当局的行动会对整个互联网行业产生影响 投资者将重新评估互联网公司面临的监管风险 阿里巴巴联合创办人 蚂蚁集团控股股东马云 今年10月在一个金融峰会上批评监管机构和中国金融体制 之后 蚂蚁集团备受瞩目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被叫停 其招管至今被中共监管机构约谈两次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霸王级寒流侵袭中国国土控超过八成遭冰冻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今天要煮什么呢 我们控管最好的水质 飼料中添加优质益胜菌 我们从传地池送最经济美味的酵素鱼 为什么帮你把食道拿掉了 我们还有酵素虾哦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般精神的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使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生活艺术品 食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木箱 明茶箱 以在地才传匠师音 品台湾味 木阶茶道 Tea and Look 工作压力大 不定食用餐 给忙碌的你 台湾酵素村 天然萃取 富含益生菌 甜甜喝 甜甜有效 台湾酵素村 MCT磁府刀具 掀起CNC加工工业革命 高速加工 排热快 不产生高温 弓箭不易变形 极低摩擦细数 表面光滑 不粘刀 高硬度 完全切削 弓箭垂直度高 缩短弓时 产能加倍 挑战急速效能 林东升MCT磁府刀具 MacLab Cutting Tools Pro1优胜游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 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 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调判制造专业第一 国外优胜游风 大网极寒流清洗中国 中国中央气象台28号 已经对全中国发布 寒潮橙色预警 依照天气预测 零度线将逐渐推广至 广西广东直到31号 中国恐怕有超过8成的国土 将被冰冻 根河市的乌立库马 昨天上午8点测得最低气温 零下44.5摄氏度 霸王级寒流已清洗中国 中国中央气象台28日早上发出 寒潮橙色预警 从28日到31日 预计各地气温急降 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6度以上 北京最高温可能在负1度C左右 上海也将下探负6度C 当地气象部门预测 今天夜间到明天 气温将会下降至零下10到11摄氏度 部分地区还将出现雨雪和大风天气 不只强降温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还有大风 在江苏沿城 饲养户因鸡棚外膜被大风吹起 大量鸡苗被冻死 饲养户也只能跪地祈祷 强冷空气将会快速向南推进 寒潮持续推进 中共当局预测 30日的早上 零度线就会越过长江 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气温将会断来式的下跌 31日早晨 零度线将会继续南压 直到广东北部 广西北部一带 中国恐怕有超过八成的国土 将被冰冻 冷空气也使湖北大部遭遇大范围降温 居民用电量不断飙升 根据陆媒报道 新一波的寒流可能导致南方用电大幅提升 但大陆近期和澳洲关系紧张 限制澳洲煤矿进口 多个地区甚至被下达限电令 年末强烈寒流来袭 外界关注 大陆在限电缺煤的情况下 又要如何确保一般民生用电 新唐纳太电视张元亭整理报道 即将进入2021年 产业景气能见度到底如何 中金院公布最新采购金与人指数 制造业非制造业双双扩张 其中六大产业动能恢复 新增订单踊跃更是罕见 不过展望未来一年 疫情依旧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更有学者示警 包括房地产 股票市场 得盛防泡沫化 带来的可能风险 提将迈入2021年 中华经济研究院 发布12月份 台湾经理人指数 制造业非制造业双双呈现扩张 分别来到61.3与55.0 学者形容 制造业现在是抢货抢出单 新增订单指数 大幅攀升到69.4 是2012年7月创编以来 最快扩张速度 所有的六大产业都是60%以上的速度 就代表说 这个扩张是已经是前面性的 事实上现在一些的传统产业 也看到都有逐渐恢复的一个 复苏的一个迹象 中纪会调查显示 对未来一年营运展望 制造业较为乐观 认为较佳的有将近六成 不过非制造业态度就较为保守 四成二耶者对未来一年态度持平 变种中共肺炎病毒 显然成为2021年最大变数 PMOE虽然我们非常乐观 但是我们有看到一个优历 因为在我们谎谈厂商当中 他们也反映全球现在 这个物流的盐物 抢柜 那这个盐物料 这个没有办法 如期的一个交后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厂商 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排层凳 中央银行最新报告指出 明年全球经济前景 面临四大风险 疫情反复 使经济复苏缓慢 金融脆弱性提高 政府债务压力 让政策可能提早退场 学者分析 台湾股市房市 已经有了泡沫化迹象 可能出现更大风险 这些宽松资金 跑到房市股市 造成有点泡沫高点 甚至跑到原物料 到制造业 所以造成会带动物价的上涨 物价上涨的话 央行的货币政策 必须要转向 开始变紧缩 利率提升 就会把泡沫戳破 所以每一次的泡沫 都是在利率的涨升 为它的终点 一旦原物料物价攀升 央行可能被迫出售 利率上扬 也将导致金融市场 大幅波动 面对2021年 产业也得留意 轨迫多变局势 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 近代历史高建论 审慧同台湾台北报道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 新唐人五件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杰安 再会 我是唐人5件新闻 看你们1个提供 这次美元 这歌好像是一种武器啊 怎么会在我这个字里面呢 还原汉字原意 重现历史文化